聯邦自由黨政府下議院領袖古爾接受CBC專訪 批評聯邦保守黨擾亂國會 但是表示自由黨無意令到國會休會 蘇夏文博特 國會自從9月中复會以來一直處於動盪狀態 保守黨曾經兩度試圖通過不信任動議推翻自由黨政府 婦人政團要求自由黨支持他們通過提升75歲以下長者退休金的法案 否則會考慮推翻政府 各項法案每年會花費超過30億元 對此政府下議院領袖否認將會令國會休會來保住權力 聯邦保守黨批評說國會陷入混亂是自由黨腐敗的結果 而古爾特就批評保守黨正是試圖搞跨國會 說保守黨議員為了自己的政治和個人目標 就不關心他們同時對加拿大人做了什麼 婦人政團表示10月29日 給政府的最後通牒期間依然有效